这个罪犯可不简单 只因女友不同意分手 便将其杀害 藏尸在自家地板下八年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地面终于被掀开 一口水井出现在眼前 警方从水里打捞出了一句 泡发了八年的女尸 八年来她结婚生子 继续住在这里 每天在尸体上方走来走去 家人却毫不知情 如果不是和朋友酒后说漏了嘴 恐怕到现在还逍遥法外 2013年3月15日 无锡警方抓获了一名涉毒男子陆某 在其出租屋内搜出了27颗毒品 以及各种吸毒工具 陆某此前曾因聚众吸毒 被治安拘留过15天 他以为自己这次也没啥事 顶多再蹲个半个月 就能脱身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个人只要持有10颗以上的毒品 就会触犯刑法 而他的课数要判3年以下有期毒刑 为了带罪立功减轻刑法 他向看守所的小官提供了一个命案线索 为了证实陆某的举报 警方辗转夺地 找到了他的这位朋友赵某 赵某承认自己确实说过这话 8年前他和朋友陈小伟在一起喝酒 无意间提到对方的女友毛毛 说好久没见过毛毛 两人是不是分手了 谁知陈小伟却笑着告诉他 自己把女朋友杀了 赵某当时有些惊讶 但他知道陈小伟平时老实本分 应该没胆量做出这种事 况且如果真有其事 陈小伟应该早就被抓 怎么可能还会有机会坐在这里和他吃饭吹牛 因此只当他是喝多了口嗨 并没有放在心上 虽然不能确定事情的真伪 但警方还是决定继续查下去 可惜赵某只知道陈小伟是在03年认识的毛毛 并不清楚毛毛的真实姓名 警方无法准确找到女子的下落 只能调取嫌疑人的个人资料 但奇怪的是 办案人员在查阅了8年来的所有记录后发现 陈小伟不仅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也从没有报警说谁失踪 这个无锡狠人指着他家的地板说 下面藏着一口水井 自己的女友就扔在里面 和井水一起泡发了8年 警方通过周围的机房邻居 案中调查了陈小伟和女友的事情 根据社区的工作人员反映 陈小伟1976年生人 是无锡本地人 为人老实本分 没听说过有什么恶奇 8年来一直没有搬家 在本地一家工厂工作 2006年结婚成家 有一个6岁的孩子 当警方问及陈小伟婚前 是否交往过一个名叫毛毛的女朋友时 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后来警方了解到 毛毛2003年来无锡打工 认识了宋水公陈小伟 由于南方的父母不愿意 儿子娶外地老婆 陈小伟一喜之下 从家里搬出来 住到了毛毛的出租屋 随后警方找到了当年的房东 幸运的是 房东不但记得陈小伟女友的名字 还能清楚地写出来 这是一个罕见的姓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房东曾问过毛毛姓氏的读音 这才让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办案人员在户籍网上 找到了十个同名同姓的女人 并将她们的照片一一打印出来 房东一眼就认出了毛毛 得到关键的身份信息后 警方便开始寻找毛贵琴的下落 然而调查人员在查询过 全国人口失踪信息 诠释了赞助人口信息 以及各大银行开户信息后 并没有发现毛贵琴的任何踪迹 后来警方又联系了毛毛的家人 结果发现家里人 也在四处寻找她的踪迹 据姐姐回忆 毛毛当时突然找家人借钱 却不说明要做什么用 家人担心借钱出去打水漂了 便没有同意她的请求 之后毛毛再也没有联系过家里 起初家人以为她是在赌气 但失联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由于多年来 毛毛总是单向联系 家里人不清楚她的住所地址 只能在电视台登寻人起事 到无锡的工厂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寻找 可惜杳无音讯 石沉大海 至于毛毛的交友情况 家里人只知道一个 叫陈小伟的男朋友 自从两人交往以后 毛毛也没有再和其他男性有过往来 我感觉她这个人还比较重 这个老师 姐姐本以为毛毛终于找到了依靠 当联系不到妹妹时 也曾想过找陈小伟了解情况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南方的地址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证实了毛毛这个人确实存在 并且已经消失八年之久 办案人员判断毛毛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而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 就是他的男朋友陈小伟 你家院子的那口井 为什么要填封掉 我杀你了 毛贵琴 这个无锡狠人 只因女友不同意分手 便将其杀害 藏使在自家地板下八年 警方对她进行了依法传唤 但她对涉嫌杀害女友的指控 却死不承认 陈小伟告诉办案人员 自己在2005年便和女友毛贵琴同居 起初感情还算稳定 后来渐渐发现两人性格不和 毛贵琴的脾气很暴躁 经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她闹矛盾 两人谁也不让谁 有时还会大打出手 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 便向女友提出了分手 两人分手后 毛贵琴转头就找了个新欢 随后离开了无锡 不过当警方询问她 毛贵琴是和谁一起离开时 陈小伟又说不清楚 陈小伟强调 当初毛贵琴和她分开时 就曾提到过要和那个人离开 分手后不久 她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但据警方调查得知 当初陈小伟和毛贵琴是一起从出租屋搬走的 而且房东还问他们准备搬到哪去 陈小伟回答说回自己家 而办案人员在多次走访调查后证实 毛贵琴只有陈小伟一个男友 并没有什么新欢 显然陈小伟撒谎了 就在这时 办案人员又得知了一个消息 陈小伟家里有一口水井 有一段时间臭气熏天 引起了周围邻居的不满 后来装修房子的时候 陈小伟用地板砖将井口缝住了 警方在询问过陈小伟哥哥后证时 水井出现异味的时间 刚好与毛贵琴打电话向家里借钱一致 迷雾渐渐散去 警方再次传唤了陈小伟 经过半个小时的沉默 陈小伟终于认清现实 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告诉警方 八年前自己趁父母不在家 将毛贵琴骗到家里 把他的手脚捆住 用被子捂死的女友 之后将尸体装进塑料袋 投入警中 而他的杀人动机也很简单 2013年4月4日 警方带陈小伟来到家中指认现场 办案人员砸开地板 将井水抽干后却发现 底部只有一些碎石 并没有尸骨或者塑料袋 正当所有人感到纳闷时 警方突然在碎石下 找到了陈峰八年的毛贵琴 历经八年时间 这具警下冤魂 终于重见天日 当初如果不是陈某 为了减刑 主动提供线索 这件事估计很难被人发现 只能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还是要提醒大家 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去伤害别人 也别让人家伤害自己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